我们腿现在静悄悄的 本来人就少 这杀完猪之后人更少了 都走了 一大早上你看谁家烟囱冒烟呢 谁家就是没走 没冒烟基本就是走了 我们这一般家家都有两套房 城里一套农村一套 夏天的时候 是我们这人最多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从城里回到农村来 种地种木耳 等到十月份秋收完毕之后 会走一大批人 就是那些回了种地的人 因为秋收完了 没啥活了 所以都回到这个城市住楼了 但是家里有家禽的 还有有猪的这些人走不了 等到十一月份 家禽和猪都杀了 剩下这些人也都走了 你看谁家门前雪没扫 谁家基本也是没人 你看这家门前雪就没扫 他家肯定没人 每年的十二月份 基本能走的就都走了 但是今年挺特别的嘛 今年不是受大环境影响吗 有些人觉得还是待在囤子里 比城市安全 所以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没走 囤子里剩的基本都是老年人 像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呢 我们林家的羊在这吃草呢 每次我走到这儿 他家狗都出来叫了 这回狗咋没出来呢 太冷了 是不是狗回窝里去了 这一到冬天 就感觉这羊身上的毛都明显厚了 看老金头打水 多传点啊 跟你说这病一凉马上就找上来 你看我离你这么远 我怕到时候你要有病的 你赖我是我传染的 所以我离远点照你 别来回喝酒了 别来回喝酒了 对对 你先留我空心没事 没事 靠妈在家做啥饭呢 烤上洋葱了 看这么少洋葱 靠妈做的这个饭 这啥呀妈 那个像爸爸 剩的一条 那是剩的一条面 给它搓成个条给它 哎呀妈 那个真像一个爸爸吗 别说我买它呀 这豆包是拿啥做的呀 年糕和凉面 和豆馅 咋是黑的呢 高粱不正在那个颜色吗 扣妈 蒸的年豆包吧 跟大方美是一个颜色 我是哈尼章 关注我 带您了解东北 别走进林都